Hello,大家好,我是Mr.Edmond So 今天會為大家講解HKDSE 2015 Mathematics Core of People 1, Session A1, Question 5 正在畫面的訊息,如果你未曾理解我 為何要做這個影片,又或者如何正確地使用這個影片 請你Posture畫面,否則我們可以繼續 第五條是這個Intequality 它是Compound of Inequalities,即是不等式群組 給了兩個理,而他們的關係就是AND 簡單來說就是分開處理 如果沒有牽涉到成長負數,即是不等式群組 如果沒有的話,我們可以在同行的情況下 都處理完整體的運算 左右數乘以5,然後拆括好 然後一次過做兩個動作,就是一齊左右手減20 和一齊左右手加3x,然後左右手除以13 就會出現x大過或等於負1 另外4x-13大過0,我們可以處理 左右手一起加13,我只是打錯字 OK,然後就 divided both sides by 4 OK, divided both sides by 4 OK, divided both sides by 4 有些可能是甚麼 你試一下老婆介紹機,拍13,然後分數線 4,然後再拍一次ABC 它會出一個點數給你的 就是3.25 那為甚麼會這樣做呢? 因為有時你在街市跟別人說 3.5來例,如果3.5是10名的 如果突然間你說,比7 over 7 over 2,這麼多錢的豬肉 我一打刀就不是拋到豬肉,就拋到你的 因為點數我們容易明白些 OK,那就出現了兩個iniqualities 而且還要同時間是兩個condition 如果平常我們都要配合到的話 那就只剩下一個空間 就是現在畫面上的重疊了一個空間 那所以呢,如果我們有一個iniqualities 第一個condition就是 x要大過-1 第二個condition就是x要大過-3.25 如果是同時間兩個都要進行到的 即是兩個條件都要進行到的 就是x大過-3.25 就是重疊了空間 就是這個位置 所以數字我們很多時間都用來 幫忙去解這個iniqualities 好,整條數字完了 多謝大家收聽 有什麼問題找我 如果你覺得我的work是 helpful 麻煩你幫我share出去 這次經文送給大家 因為我只能教你知識神卻 教你生命 有緣的我們會在樓下士大間教會相見 拜拜 好 ocult 我們會不會有一個回事 我們會不會有另外一位